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智营梦工厂第约智营是你 我是William 马智轩 在这个节目里每集都会请出不同的主角出场 他们会在健康教练达哥和慧妍的指导下 进行大变身 希望打造一个梦想的身形 以及希望值此传递一个健康的讯息给大家 事不宜时 马上有请第一集的主角出场 你差点不记得 每集智营系你都会在YouTubeWilliam Ma Channel 和健康快乐每天搭搭kinder频道看到 记得订阅这两个频道 和按旁边的小钟 有新片立刻通知大家 Hello 第一集率先登场的主角就是心心 她本身是一位有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Hello 大家好 我是心心 我现在是一个有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在职妈妈 现在就任职会计文员 导致我身形肥胖是产后的 那时我生完第一胎 都说可以接受 一个小小肚腩仔 后期到生完第二胎之后 身形是很走样 生完差不多大半年 肚子仍然保持五个月大 常常被人以为我一个大妥妇 坐车常被人让助 最高峰时期都有125磅 是我完全接受不到的一个磅数 以前做女生都是100磅 生完第一胎都是110磅 但现在生完第一胎是125磅 我这个身形都维持了大半年了 其实在我生完之后 坐完鱼都要和自己说 要用三个月时间去减重 我的方法就是做运动 很努力地做运动 三个月不行 再给三个月 谁知道原来用三个月也是不行 那就要和自己说 已经用了半年时间了 都不行的话 真的要找人去帮我去减重 其实令我最大的决心去减重 直到有一次我去试衫 就是试一件背心的内衣 很贴身的 照镜之后 肚子这么恐怖 屁股也很厉害 真的完全像一个大妥妇的身形 如果我是一个大妥妇 我都可以接受 是一个孕婦的美丽和幸福 但我现在不是 我生完 觉得是一个好像一只河马 完全接受不到 一看到自己 就很想吐 那一刻觉得自己 在今年八月就决定去减重 有决心是好事 不过都要懂得减重才行 心心就是留意到 慧妍在网上post的case相 其中一位和心心一样 都是以为人无 她用了半年时间就收了肚腩 于是乎就激发起心心碗 慧妍帮忙 我第一次见心心 来减绑的时候 是2020年的八月份 因为其实本身心心 她的四肢都不是肥的 她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在肚腩位 因为真的生了两个小朋友 那重灾区都会在肚腩位置 所以她来到的目标 都是想找我收肚腩 其实当时我给了一些建议她 她首先是参加了我们的21日计划 另外就是我也有跟她做健康评估 让她了解她的八大指数 而过程中首要第一件事 每一个客人都会教她喝水 因为很多朋友在喝水这部分 其实都未做得很好 或者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喝多少 我们就会给她一个建议 我们这个21日定位数型计划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计划 因为我们已经搞了六届 未来我们已经开始第七届 而每一届里面 我们都有超过100位的学员 所以在学员里面 他们都会觉得 有很多同行的朋友跟她在一起 而且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实时的平台 给她们 真的可以即时去发问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 是每一天 在生活上每一天都会遇到的 所以我们的平台 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即时的方案 给她去解答她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礼物加许 他们会觉得 我经过了21日之后 看到成绩之后 我都会受到鼓励 受到加许 会有礼物 其实他们都会很开心 其实心心参加了四届 都已经减了十多磅 其实她每届都减得很好 每届都起码减到三至五磅 因为21日其实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而且我们都会计到她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全港的成绩 她其实那个成绩都入围了我们全港 由2020年8月开始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心心的身形的确有明显变化 我现在已经有113磅 其实当时我找慧妍 即是8月份 我找慧妍 当时就125磅 我用了三个月时间 减了13磅 全身收了15.5吋 而我的重灾区 其实在腰和肚腩那里 当时腰有34吋 现在就减了4吋 肚腩当时36吋 现在就减了3吋 用了三个月时间都减了这么多 其实我也很开心 有这么好的成绩 我的秘诀就是要听教练话 还有我当中也参加了慧妍搞的21日定位数型计划 而在这个教练里面我学习了很多的营养资讯 和学习了如何看营养标签 而且也釐清了我以往对体重管理的一些饮食物区 我以前可能觉得减重是什么都不能吃的 什么都要吃得很清淡 而且只要单靠做运动才能做到减重的效果 其实原来不是的 在这里学习了原来减重并不是单靠做运动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辛苦 我觉得还很开心很好玩 因为在这个计划里面 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当中包括有我家人 又有我同志 和我的朋友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 不会只有你一个人 你不会觉得很沉悶 而且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健康Pantius的食谱分享 所以我们可以饱着去减 而且也学习了我减完之后 应该是如何保持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现在的磅数还未达到我最想要的磅数 我最想要是去到标准100磅 还有肚腩也有少少的 我就想继续修 要像阿慧妍一样有个腹肌 其实SumSum减得 减到现在这一刻 其实它的进度都真的很好 因为在我们的100位学员里面 其实SumSum都有入十强 因为成绩好才能入到我们十强的名单 因为计划里面很多朋友都减得很好 所以SumSum都是我们减得很好的朋友其中之一 有什么话跟大家说呢 其实就是我们搞这个有一日计划的目的 真的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减重其实是要和食物共存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发觉很多朋友在减重的过程里面 他们都会误会了就是要吃得少的东西越好 或者东西越是没有调味就越好 所以其实我们搞这个计划的目的 都是想大家明白我们只要是懂得计划 和我们只要是学习多些关于饮食上 和我们的身体真的需要些什么呢 就能够可以做到很轻松地减重 而不是大家想象地什么都不能吃 所以希望就是透过我们的帮助 而令到SumSum真的可以找回她少女的身形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 所以未来都想减重的朋友 我都希望他们会觉得自己有可能 想起新一年打造梦想身形 立即行动 说不定未来智刑的那个就是你 记得订阅William Ma Channel 和健康快乐每一天 每天每天Kinder频道 下集智刑是你 再见 下集网